各位花友各位观众你们好 欢迎你们到青苹果花草园来看花 今天要给大家看一看我的这颗鱼骨令箭 现在它长势非常磅礴 我觉得这盆花被叫做鱼骨令箭 真是非常贴切 它就是一盆名副其实的令箭 你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每一个长出来的新的小苗 往上这么串着 看起来就像是一根一根令箭 插在这个盆土里的感觉 实在是太形象了 我觉得这个花的名字 很多花的名字被起得都太贴切 而且极富美感 像这一颗鱼骨令箭 现在观叶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时候 它的这个新长出来的小叶子 下面是清清绿绿的 往上长了以后呢 渐渐就变成了橙广色 所以即使它不开花 它也是一颗有颜色的花 这段时间对它的养护让我感觉 它其实挺好养的 我当时给它换了这个盆以后 用了加了一些鸡肥在底部 就是流洋分 然后就用了普通的花盆土 还加了一点细砂 这样呢 把它组合在这个盆里面 给它重新上盆 之后再没有给它 使过任何花肥了 它现在一个月左右 它的状态就是非常好 我想可能再过一两个星期 我就要开始考虑 给它施一些促进开花的肥 因为我非常非常期待 它今年冬天能够 这些叶子全部长大长壮了 然后会萌动花芽 那到明年早春四五月份的时候 它要能开花 我就太高兴了 可以说会高兴到兴高采烈的程度 现在看来这个花呢 它非常喜欢户外的环境 尽管我是把它种在盆里的 但是我基本上都把它放在户外了 让它享受大自然的阳光雨露 它很喜欢太阳的 我基本上把它放在一个 每天可以晒到五六个小时 太阳的地方 可能偶尔会有遮阴 对它也没有影响 我看到过下午比较强烈的阳光 直接照在它的身上 对它的叶子没有任何损伤 你看它的叶子都没有晒伤 这些部位都是经常被曝晒的 而它新长出来的小苗呢 也不怕被晒伤 可以看出来在这样的阳光下 它长得非常漂亮 所以我觉得鱼谷令剑是一种喜阳的植物 那就是说将来等天气转凉了 我把它搬到室内 所以就要给它寻找一个光线 非常明亮的地方 这样应该更加有益于它的生长 让它的叶子更加强壮 也让它能够在早春的时候 促进分化花芽 它的花到底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还一点都不知道 是多大的 是什么颜色的 花瓣是怎样的 盛开了以后会是怎样的 盛开了以后能保持多长时间 这些我都还没有真正亲眼看到过 我真的很期待早一天能揭开这个谜底 这个大概就是种花养花的一个最大乐趣之一吧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喜欢我的花 给我的花点赞 想忘了我的视频 就在视频右下角那里点击 subscribe订阅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